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長榮鼓勵是零耶 沒意有耶 那艾遜呢 艾遜你看 它連續23年配發鼓勵 都有喔 對 而且這幾年來是2.57 3.98 3.75 換算下來 如果是最低的是去年的話 直率率也超過5% 那其他的都在7%以上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是其實是很安全的 是 嗨 你好 我是阿娥 非常歡迎大家再次收看 姐姐慶支援 今天要來支援一下股市 現在股市這幾年變成是全民運動了 大家都在買股票 如果你沒有跟上的話 彷彿你就已經是落伍了 可是買股票 到底我要用什麼樣心情來買呢 我是要存股存存存 還是波段充充充呢 那這兩者之間 最重要一點是要能夠有獲利 今天我們就要讓大家可以獲利 30%以上往上跳 乾姆柯玲 那我們要請教老師囉 為大家介紹今天在現場的老師 我們歡迎江俊雲 江老師 阿娥姐好 大家好 好好好 大家現在很專心在做股票 我發現現在好多年輕人也加入這個行列了 連我們家女兒剛畢業 我也聽老師的話 開始存股慢慢存 一點點一點點存 每個月固定金額去存 可是只有存股就夠了嗎 還是可以做波段呢 那我們之前看到新聞媒體在報導說 像是這個航運 還有鋼鐵 在這一波是供不應求的 那光是這兩個有熱門話題的股票 那我們應該要再怎麼樣去操作 跟著它往上呢 還是我要存股呢 有沒有適合的方法 其實我想很多人都很在意 要嘛就存股嘛 像阿娥姐好 不然就是做波段 那像去年其實真的是 很多人都想要去當什麼鋼鐵人 航海王 對不對 那我們就舉去年最熱門的陽明好了 好 我們可能也許 我們就想說我們要搭上虎克船長的 那個海盜船 對 大家都好羨慕陽明 領那麼多年終獎金 那我們一起前往海盜船 好 可是我們會發現去年真的是去搭上了 這艘海盜船的人 大概都趁幸而去 拜幸而歸 為什麼 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它的股價嘛 對不對 可以看一下它的股價 我們這個是月線圖 它在2021年之前 它其實幾乎股價都只有10塊錢而已 去年因為航運大爆發 所以它股價就開始上漲了 可是阿娥姐 你知道它會漲到什麼時候嗎 不知道 對 你看 也許我在3 4月覺得 大家說很紅 我還沒有跟著進去對不對 我就很急 5 6月還不敢上去 7 8月我跟上去了 突然呢 你上船了 對 然後突然就崩盤了 一次就下來了 然後這時候你就想說糟糕了 那個鐵達尼號要乘船了 我趕快跳船對不對 這招跳了以後 它突然又往前開了 糟糕 我來不及了 我又繼續趕快再跳上去 跳上去以後你看 它突然又下來了 糟糕 我發現不行 我要跳得比比很快對不對 然後呢 跳下以後發現它又往上 我們又繼續再往上 所以這個線圖 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波段它會有一個困難點 除非說我們可以看到它過去有一些 歷史的這些資料 我總是會能夠知道它的區間在哪邊 這類的對我們來講 對我們一般小小老百姓 我覺得對很厲害的人應該沒問題 對我們我想我們姐姐 要來支援的人 對 很難 好 那如果說我們不要 我們來存股好了 因為很多人都想說我存存存 我總是像您說的 一直存 我總是會有一個保障 以後有鼓勵可以領對不對 阿爾姐你知道嗎 去年有個新聞 他說陽明宣布不發鼓勵 所有的人都說你不是賺很多 我們大家才上了這艘船嗎 對不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阿爾姐你可以看到一下嗎 他的年紀十年發放鼓勵的狀況如何 沒有啊 對 他以前就不發 所以現在也說不發 然後他去年 他不賺錢不發 他賺錢他也不發 對 所以在這邊 對於存股的來講就會有困難了 好 所以在這邊我覺得我們可能就必須要討論一下 存股也許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適合 是 所以存股不是所有的股票都適合 尤其你要往前再去前退一下 看他前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如果說我不做波段 那我 我要現在要來做的話 存股這件事情 老師會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在這邊其實我想要講的 有的時候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存股跟波段是儲和和借 好像是兩個 不相容兩件事 對 其實這個他是可以把它合併在一起的 我的方法我就是去把它找出 也許我們過去的股價 你要去看它的歷史 它有沒有一個波段週期 那波段就很像是潮汐有漲潮有退潮 我知道我是不是大概就知道它的區間 大概高點跟低點的落點在哪邊 那我就可以幫助我去判斷 再來我要找到股利 可能要連續十年都有配發股利 而且殖利率大概有五到七 那我的方法就是它價格我耐心等 它價格到了我就買 它我等到它漲三成 可是三成你可能要給它一到三年的時間 那一到三年它如果沒有漲 我們就零股利 然後呢漲上去我就把股票給賣掉 可是我只有賣可以回收成本的 快速的計算方法就是我買四張 我賣三張 然後呢我就可以留下一張 我們平常都會搭公車對不對 好那搭公車阿姨姊舉例來講 我們從家裡搭到火車站 有三個不同路線的公車 然後這路線呢它可能走的不太一樣 但是時間都差不多 那如果我們現在回到以前 沒有什麼動態爆車的系統 我們也不知道哪一班車會先來 你不曉得你要等多久 對 好啦阿姨姊現在車來了 你要不要先上車 有車就上啊 對 有車就先上 那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會上到這班車 結果它裡面滿滿的乘客 然後呢又一直上上下下 然後呢又一直遇到紅燈 你就看到你旁邊的車一直超過 超過兩三台你會不會很歐 會 會 可是沒辦法你還是要搭 早知道搭下一班 又沒有車又跑得快 對 那可是有的時候我們很幸運 我們上了這台車 沒有什麼人 然後又是綠燈 你看你沿路超過兩三台車 你有沒有很開心 開心喔 對 可是有時候就是正常的嘛 我覺得我的方法 就很像是在搭公車 我們舉例子 我現在買100萬 幾百萬 對 幾百萬 直立利用七來換算 是 然後我們第一年 很衰 我搭到的是烏龜車 它不會 沒有跑很快 第一年沒有漲上去 那所以在這邊 我們先看表格這邊 第一年我就領到了七萬的鼓勵 一樣會有七萬塊的鼓勵 對 可是阿姨姐 你有聽過人家常常講 富力效果對不對 愛因斯坦說 富力可能是人 什麼宇宙裡面 第七個威力 好 我們常常聽都不知道 它怎麼來對不對 我們領到的鼓勵 它叫做現金 這個現金流 如果你今天放在口袋 放在皮包 放在帳戶裡面 它不會漲價喔 它不會增值 這時候我們看第二欄 我要把這個七萬 把它去買股票 就是我說的免費的股票 是 那這個免費的股票就變資產 那資產如果它明年又配股力給你 是不是七萬乘以百分之七 四百九 你的富力是重複的富啦 對 所以那個七萬拿到的時候 你就不要把它變成是現金放在口袋 因為你放回去口袋的時候 它是沒有作用的 是 但是你七萬已經是賺到了 錢要拿再去賺錢 再去滾錢才有富力 對 好 那我們第二年 它還是沒有漲 我們又領了七萬的股力 我們一樣 十四萬 七萬塊 我愛過去買股票對不對 繼續買下去 對 我這邊我就不把什麼七萬 又可以七七四十九 四百九十塊放進去 因為我覺得大家可能就轉台了 不看了 太難了 我們就留著 第二年就已經有 十四萬免費的股票了 第三年機會終於來了 我們已經波段三成 那我們是不是就把股票賣掉 留下三十萬元的股票在裡面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三年我是不是累積了 四十四萬元的免費的股票了 好 第四年 這個四十四萬元的股票 它叫做被動收入系統 大家常常在聽被動收入系統 一個讓你睡覺的時候 都可以幫你賺錢的方法 你就工作到死 所以各位看我們的節目 一定要按讚分享 還要訂閱 因為我們不會讓你工作到死 而且讓錢來追著你 你在睡覺的時候 一覺醒來就發現 我怎麼多了這麼多的錢 對 你在睡覺的時候 它錢一樣進來 好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 我們做到的第二台公車 是正常的公車 正常速度 對不對 第一年七萬鼓勵對不對 然後第二年波段三成下來 我第二年就有三十七萬 三十七萬在第三年 它就是一個被動收入系統 你每年可以配發 兩萬五千九百塊錢的鼓勵給你 那如果我們第一年太幸運了 我們呢就漲了三成 那我是不是第二年開始 在這邊有沒有 我第二年已經有一個 三十萬元的被動收入系統 它呢在隔年它就會發百分之七的 殖利率的鼓勵給你 你就有兩萬一千塊錢 所以在這個方法之下 其實看起來不怎麼樣 但是你時間把它累積下去 就很可觀喔 對 像阿姨姐你知道那個 世界上流域最廣的河 是哪一條河嗎 耶 還好我有腳本耶 亞馬遜河 其實亞馬遜河它不是最長 它是第二場 可是它是流域最廣 支流最多 然後平均水量最高的河 水量不就是現金流的概念嗎 它也不是一開始就那麼大 它是慢慢的你看 它有小支流 慢慢的匯聚而成 那我們再來看 我剛剛我們的第一個表格 這個對不對 好如果說我們真的很衰 我們第三年它才漲三成 第一年的這個七萬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小支流耶 是 會發四萬九 第二年的七萬也是一個小支流耶 會發百分之 百分之七就是七七四十九 四百九十塊錢的鼓勵 第三年的三十萬 它乘以百分之七的殖利率 它就兩萬億 你要去想你睡覺的時候 剛剛巴菲特講的話對不對 你如果睡覺的時候呢 沒有辦法找到一個 會幫你賺錢的方法 你要工作到什麼 你現在在睡覺的時候 你的小支流們一直有大的有小的 三年後一開始很慢 三年後是不是可能就會開始 錢滾錢利滾利 那個小支流越來越多 所以這個方法就可以讓大家 投資呢就是波段加存股 都可以達到效果的 是但這個還是要用時間來印證 至少三年後你會發現說 我那個亞馬遜核支流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錢滾錢然後水一直往下流的時候 那個錢潮就在你的睡夢之中 就來追你了 你就不會工作到這麼累 工作到死 那也因為我們有了這些錢之後 我們就想要去印證一下說 好那我要開始買存股或者是做波段 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前面做了一些 什麼樣的功課 老師也要來印證一下過去 你曾經在書上面教大家的 前後對照結果 對因為很多人常常看到書 就是說老師你這個都是紙上談兵 或者是你根本在寫書的時候 你可能都把那個資料都已經畫好 然後自己說你看我這麼去賺 事後諸葛 對現在來講對不對 對我在書裡面有講 我在2018年的時候 大概2月份我從52到50塊錢 我就買了艾遜 好我們來看這個是艾遜 對這個是艾遜 在當時買 然後它大概在6月的時候 它就整了三成 大概在67塊 我就把它賣掉 留下零成本的股票 好那我們來看這個是 那個時候我寫書的時候 說到了這一段 現在2022年的2月 艾遜70塊錢 好那我們現在就 故事就開始講下去了 我們在2018年的9月10月 它又低於50塊了 如果你買進 你搭到的是烏龜車 比較慢 三年後才漲三成 沒有關係還是有達到目標 對然後再來 如果說你在上次股 在2020年的3月 你買進這次更便宜 你看你大概等了兩年 也等到三成了 那如果在這個過程當中 2021年的 例如說8月9月 對啊 那就等了一年多 那在這邊最近的這一次 就我出書之後的 9月份 它還是有到達50塊以下 大概4849 那在這邊你看你買了 這一次有沒有超級無敵款 半年它就漲三成了 所以這個方法 如果你有找到 有這些歷史周期循環的股價 你就比較容易去判斷出 它的低點跟高點在哪邊 那我們說過了嘛 買股票就是要抱著很痛苦 可是有鼓勵你就不會痛苦啊 你就會得到鼓勵 有錢就得到鼓勵 對 那我們剛剛不是說 我們要搭公車 是 好 阿姨姐如果你現在 你倒倒是這班公車 好慢 你看要三年對不對 對啊 可是三年過程當中 你都有鼓勵 你不會急著要下車 在這過程當中 是不是我說的三年內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鼓勵如何好不好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長榮鼓勵是0耶 對 沒有耶 那艾遜呢 艾遜你看 它連續23年配發鼓勵 都有喔 對 而且這幾年來是2.57 3.98 3.75 換算下來 如果是最低的是去年的話 殖利率也超過5% 那其他的都在7%以上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是其實是很安全的 是 所以它是要有鼓勵 才成為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支持的力量 否則的話因為你要長抱的時間 要拉長的話 你會覺得你沒有安全感 你不曉得你有沒有上錯車 還是搭錯車 好 除了這個例子之外 就是這個江老師 對照了他在出書的時候 講到了艾遜 那你也看到那個波段 但我們常常因為沒有做功課 你可能買的時候就是追上去 然後看到人家掉的時候 你又要跑掉了 那這個其實心臟要蠻強的 所以我們要關心一下時事 也關心一下世界的局勢 那最近呢聯準會他也宣布了要縮表 他一旦縮表的話 大家會擔心股市會不會 就因為這樣就崩盤 那會不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老師覺得呢 我想對於很多存股主來講 因為呢你就很擔心股市如果崩盤 一來你的股票可能會被套牢 那你有可能也會就是資產縮水 那我們都知道像我的存股 我是用存股的方式 但是我存的是零成本的股票 所以我現在裡面大概有二分之一 到三分之二都是零成本的股票 那如果現在如果說聯準會 它真的升息了 然後股價引發股價下跌 我完全沒有成本上面的壓力 我這種類型的存股主 它就不會有影響 再來因為我說我的股票都會有 5%到7%的殖利率嘛對不對 所以呢股票下跌了 我一樣有股力會進來 我都不用擔心了對不對 所以說我覺得透過這樣的方式啊 我又可以存股又可以做波段 那對於過去存股覺得效果不好的人 或者是波段呢一直被割韭菜的人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那就可以用安全文件的方式 來累積你的財富 安全的方式大家又覺得 比較偏向就是存股了 然後比較有點冒險犯 簡單精神的就去 我好像可以做波段 所以老師會建議大家 你可以用這個做一個參考 可能對大家來講做比較安心的 好那我們其實很多人在這個 全民都在買股票的同時 很想要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我什麼樣的個性 或者我應該有多少資金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去選擇 我要去做存股或者是做波段 也就是說不論是存股或者是波段 我想它可能都有不同的優缺點 老師要不要跟我們解說一下 這兩者之間的優缺點 其實存股就是我只要有錢 我就把它拿去買股票 然後我慢慢的股票資產 就會越來越多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它的速度太慢了 它的效果沒有辦法 那麼立即顯著的出現 很多人存到一半它就會放棄 特別像是去年 股票漲得亂七八糟 這些存股族 它就會開始懷疑自己懷疑人生 我要不要傻傻地繼續存下去 因為別人做波段好像很好賺對不對 那講到做波段 那其實波段聽起來就是 我看到一個波 低點我就賣 然後高點我就賣 低買高賣 太完美了對不對 可是我們每個人呢 又不是千里眼 你有辦法在茫茫古海當中 然後看到一個波 一個波要出來了 然後呢再來 你找到那個波 你還知道 它能夠延續多久多長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困難 所以你看本來一直 我覺得股市裡面很多 他們一開始都說 自己要做波段 可是呢 因為我不知道波段在哪邊 就去打聽名牌對不對 好啦 聽人家說 對 打聽名牌了以後 你去想喔 你就會變成呢 你已經是在追逐浪花了 不是做波段了 然後到最後的下場 常常就是 長江後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灘上 對 那不是就是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一直被割韭菜啊 那我們就來講一件事好了 我不知道阿瑞姐 你有沒有看到新聞 就是去年 是今年的新聞 可是它是反映去年 他說去年啊 平均台灣每一位股民 有多少錢 七十幾萬對不對 對 七十七萬 平均 對他說七十七萬 可是我聽到我旁邊 很多人都說哪有 賺了錢 然後呢 什麼五月的時候 不是說什麼 進入三級警戒 然後不是大崩盤嗎 很多人那時候新聞 不是都講說 大家要去撿紙箱有沒有 要去稅公園 賺了又賠 根本就沒有啊 所以這有點困難 那我想要來解析一下 這一個新聞它背後的意思 就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圖呢 它叫做去年一整年喔 它的股票的市值的 就是我們大盤的狀況 是 你如果真的要賺七十七萬 它以這個圖表的意思是什麼 我在開盤日第一天 我就買了股票 再來我不能賣喔 到最後公關日 漲了一千八百七十二點 兩點連成一線 所以如果你真的全部抱住了 你就賺到這麼多錢 可是股市我們剛剛講啊 有波段上上下下 有誰真的這樣子抱住了 好像沒有 很多人中間就下車了 新聞這麼說 大家就以為說 哇真的喔 每個人都賺七十七萬 可是如果我現在把它拉出來 它的意思是這樣子 就發現不是不是的 它中間有波段 所以我覺得這個波段 難就是難在這裡了 我覺得有時候 我們並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做功課 因為畢竟像老師還在教書 然後很多人也有自己的工作 那如果說你並沒有長時間去 可以緊盯著磐石的變化 你很容易就錯過了那個時間 該下車沒下車 該進場沒進場 所以你是不是應該要 正常的工作也該要去 怎麼樣去顧及到 又能夠有一個好朋友 幫你不斷的賺錢 免得你工作做到死呢 所以用這樣的方式有沒有 它其實我們一直在存股票 然後這些股票 它其實又是零成本的 你也不會那麼在意它的漲跌 然後它又發鼓勵給你 你有沒有一個好朋友 我們都說狗公是我們人類 最忠實的朋友對不對 這些好公司 而且是會配方鼓勵的 這些好公司他們的股票 好像也是我們的好朋友 所以老師覺得 用零成本的方法 可以再投注進來 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定的時間 你可能一百萬 你一年只賺了七萬塊 第二年又是七萬塊 但到第三年有在那 百分之三十以上的時候 你這些錢不是就把它變成現金 去買別的東西用掉 你因為這個都是賺的 就是沒有本錢的 就用這個零成本 再繼續去選股 還是說就是這個 我繼續再給它續報下去 要看狀況 就是說如果說我錢收回來 它已經在高點了 我當然不要買它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就很重要 你要有很多班公車 那到底是哪一班公車 先到我們不知道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上的是哪些公車 名單先選好 來了 我們真的就上了 這時候就交給命運的安排了 是三年兩年一年 那就不是我們能決定的 可是至少我們從這個 報表上面看下來 它都是一個很好的很穩健的 一個被動收入的系統 是所以30%這件事情 是不是最保守的一個投報率呢 還是說有可能可以 比30%還要更多 我覺得這要看股性 就是有些股票啊 它的波動比較大 那也許你可以抓四成 那像有 可是有些它真的波動還蠻小的 那你就抓兩成就好 那抓兩成的算法就是 我五張賣四張 十張賣八張留兩張 這樣的計算方式也可以 那當然我覺得 就大多數來講 我看到的大概都是三成 那如果你能夠找到兩成的 找到四成的也可以 那要有耐心 我覺得有耐心 就是很多你一看的時候 你就緊張 因為看到它跌的時候 你就會害怕 畢竟是自己的錢 老師如果跌的時候 要怎麼樣穩住自己 如果你確定它是好的股票 我的心態就是如果 它都已經是我設定它 知道它歷史價格的範圍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有看過它的過去的嗎 對 如果它跌 它只是現在運氣不好 對 如果它跌我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會好開心喔 因為我買的成本變更便宜了 然後它的殖利率有沒有變更高 說不定從7變成7.2 7.3 7.5 對啊 那有什麼好害怕的 然後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原本一張50塊錢 然後你要漲三成 你是要六萬五嘛對不對 那如果它跌到了 我亂說的比較容易計算 四十塊四三十二 五十二塊就叫做三成了耶 更容易達到 不過前提就是要好公司 才會是納入我們的標準 是 所以有時候你不能夠 只看表面 我們剛剛光只是看到長榮 哇去年他們拿了 四十幾個月的年終獎金 可是它沒有配鼓勵給大家 所以你要做它股東就覺得說 嗯 怎麼這樣 所以你可以往前面推去看一下 過去它給的鼓勵是怎麼樣 你再去參考 那我接下來要不要 只是看到它這個數字 去存股或者做波段 你還是要做一點功課才可以的 太好了 老師說了喔 30%以上是差不多平均值 40%以上的 其實還大有股炮都存在 希望大家都可以賺更多的錢 再次謝謝姜老師啦 謝謝老師 謝謝大家 謝謝